QR Code掃描的問題 QR Code掃描 可能因為大家對於自願手機好像還是操作不是那麼熟悉 所以有些同學QR 你想要去下載一個QR Code掃描的程式就可以去掃一下 掃一下這個 那去哪邊找基本上你在手機裡面Google Play或者在 如果你有登錄帳號的話你可以到那個Google首頁裡面的那個Google Play裡面也可以去找 Google首頁裡面 有一個Play嘛Play商店裡面你也可以去搜尋一下 現在有兩個一個應用程式一個書店 那這裡面當然你可以去找一個QR QR相關QR Code 這邊那我平常用的是哪一個 反正就其中一個啦 只要可以掃描條碼就可以了 你看哪一個那個評價最好是4.5顆星的 星星數月最好是5顆星如果沒有的話找4.5顆星的 好這些那應該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QR Code 那 好像同學有 油頭同學掃描 應該OK 可是有些好像有些手機掃描就不OK的話 那你可以換第二種方式 就是說你可以把這個小綠人這個APK有沒有 丟到你手機裡面去執行 那怎麼樣丟進去 這樣你USB插上去 把它 APK傳到你的手機再去把它安裝 安裝的話呢 那有幾種方式你可以直接寄Email 像我之前有寄Email到我的 Email信箱的附件 然後附件打開也可以安裝 或者是說你把它傳送過去之後 再去裝一個啦 因為好像一般手機 沒有那個 Explore 就是 Explore Explore Explore是什麼 Explore是檔案裝管 有點類似什麼呢 類似你手機的 這個這個這個所謂的我的電腦或者是檔案總管之類的 那一般我會去裝一個檔案總管 我比較我皮膚的是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是比較還OK 這個叫做ES檔案瀏覽器 那這個ES檔案瀏覽器就可以去 找到你的電腦你的那個記憶卡 比如說你把它丟到記憶卡 你用 這個小程式去把你的記憶卡裡面的APK 打開起來 那就可以做安裝了 OK這個都是一些 這些小動作 也就是有點像是我們操作電腦一樣 基本上就是智慧型裝置 它其實也是 另外一種形式的電腦操作 只是說我發現好像很多同學對 智慧型手機還是很陌生 如果說你對於這一部分 這個手機怎麼用 不太熟悉的話 我建議各位 可以在這邊找兩個 一個是QR Code 一個是Explore 這兩個 另外呢 有些相關的知識 如果你想要補充的話 其實可以看一個 一個網站 裡面蠻多東西的 這個網站的話就是 吳老師教學部落格 裡面的話 我有幫各位整理 你將來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個工人 因為我在工人訓練處 有固定有開課 那最近有把它整理了一下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對於這部分有需求 因為我在那邊有教一個就是 Android 最貴的 這個App 有iOS App的辦公室應用 就是說應用方面的 因為你如果手機不會操作的話 等於你買了再貴的手機 也是很浪費 所以這邊的話有相關的 這些教學 有這些 那如果各位 建議是 如果你實在不熟的話 請你把裡面的上課 把它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有那個部落格的 也有那個全部的上課 這個上課是一個教學影片 你可以針對自己 不會的部分 去做學習 裡面有非常多 這個是一整天的課程錄下來的 所以如果有些地方不熟的話 請各位自行去 看一下這相關的教學 那其他像之前我們YouTube的這個部分也有了 我整理了蠻多的 因為我在工人訓練處主要是開這些課程 所以你們可以 去看一下 最近我想要把說我之前上課的影片通通把它做個整理 我發現還蠻多的 OK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怎麼去使用 這個 智慧型手機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因為剛好同學有遇到問題 那另外呢 我們的 這個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網址應該還記得吧 就是這個網址 很長一串 GOO.GL SUJH JH4 這個網址 基本上應該我也要把它放個QR Code 其實你們支援手機也可以去連結得到 那我將來會放一區 就是說如果有相關的畫面在App裡面 App裡面呢 我有一個雲端白板 像剛剛的畫面如果各位 不是那麼清楚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 或者是影片我將來也會貼到那個 貼到我們的那個Portal區裡面 因為我上個都有錄下來 應該都有收到 我寄給各位的 連結吧 有開起來看 有開起來看完的舉手 有看的舉手 有收到還有打開來看過的舉手 OK 請放下 好像還不是說很 好像大部分同學都是非得要最後關頭 需要的時候才會來看 因為我們期末的部分 期末如果拿來 拿這個來考試的話 可能對各位來說應該是 會問題還蠻多的 所以我講過期末我們就 不用那個測驗不像其中這樣的方式測驗 但是你期末要教一個是你自己做的一個App 你可以去構思一下 那方法的話就是我們 這一些流程 那內容的部分請各位去找一個 你有興趣的這個題材 盡量是以那個文學類的為主 比如說你喜歡 張愛玲 那你就介紹 你就去做一個 張愛玲的 什麼什麼的App好了 他的什麼什麼的App 那你也不要範圍太大 不然字也做不完 葉書也不要一堆啊 列出來一大堆 你可以 說 小題 小題目來做 比較某某作家的什麼什麼的 介紹 那應該是素材夠多啦 網路上很多啦 你也不要全部都照抄 至少也有自己的一些東西 那你把它做成一個App 我想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不需要各位做得很複雜 但是至少你要可以做出App 出來 那另外變化題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自己針對 就是比如說像102題的變化 你可以類似的東西 網路上還蠻多的 那你可以去做一個 甚至我講過 你可以用履歷表來做啦 可以直接直接來用 這是最好的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就是說 下一個部分 我們第一個就是產生什麼 一個 資料夾 106 那請各位把106的 網站放進來 把它rename一下 叫做 106App 那裡面呢 預設一定會有個 Default 不過這個Default我們不需要 因為將來我們要把它改成index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沒關係 那我們只需要剩下什麼 一個image 圖檔部分對不對 然後另外的話 就是我們的Data Data 那這個Data裡面就是我們需要的總共有 綠島 機場 南寮 漁港 跟海 海參坪 朝日溫泉 然後這幾個 這幾個部分的話 我把它自動換列一下 這幾個等於是說有四個資料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會有四頁 再加上一個主頁 主頁就是那個圖嘛 那個圖的話可以連結過來 連結到每一個頁面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我們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先把素材準備好 素材就是包括什麼 文字資料 第二個包括圖 所以將來如果你做一個履歷表的話也是一樣 你就是做一個 履歷表App的一個資料夾 先放桌面上 然後你先把需要的素材先準備好 包含就是文字的素材 包含就是圖檔的素材 有沒有 應該很簡單準備吧 準備好之後的話 等一下我們要動工 那怎麼樣產生 我想流程跟102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請各位先準備這個部分 然後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接著 ⊤ A Shit U C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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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